战争永远都是让人惶恐的 伴随着杀戮也伴随着鲜血 虽然说每场战争的过程不尽相同 可目的基本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 当然这些利益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通过正常的手段获取 战争永远都是让人惶恐的 而历史上典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 这场战争规模很大 参与这场战争的国家都带有目的性 无非都是想要侵占土地夺取资源 1914年6月28日战争已经有了苗头 费迪南大公的死亡就是战役开始的标志 当时德国对英国虎视眈眈 想要用实力将英国压下取代他们的位置 然而一切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因为德国周边的国家一个比一个强大 不会眼看着德国吃这么大一块肥肉 德国想要抢占先机就必须先出头发动战争 德国无奈最终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开战 可是造化弄人啊 德国本来为了这场战争准备了很久很久 但是挖空了心思 他也没有预料到战争会失败 没有捞到好处的英国反而欠了列国很多债 得不偿失 在1919年6月28日 各国代表签订了凡尔赛条约 德国因为战争需要赔偿2200多亿马克 他们面对这样的巨额赔偿金 心里惶恐又后悔 可已经发生的事情 再后悔有什么用呢 他们目前没有能力去全额赔偿 准备分期向列国支付 要知道 当时列国心里很清楚 凭着德国这样的国家 是根本凑不出这么庞大的数目的 而列国也压根没指望他们可以全额付清 之所以要这么多钱 只是想让德国知难而退 面对这么庞大的金额 德国必然会四分五裂 这是列国最终的目的 德国这个时候很憋屈 核算了一下 这笔债务需要花66年的时间 才能够彻底还清 心寒暗 因为这笔令人头疼的债务 德国安分了不少 起初的几年时间里 他们脚踏实地 每年都很安分地还款 还款金额达到10亿的金马克 然而命运总爱开玩笑 再一次作弄了德国 1929年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如期而至 而协约国决定要回德国这笔欠款 他们说只要你们可以一次性还清30亿的赔偿金 那么剩下的债务全部一笔勾销 这个条件看似很诱人 可是德国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的资金 每走一步都是负重前行 而后希特勒上台 德国宣布拒绝承认此前的所有协议 列国听后十分恼怒 怎么会放纵德国如此猖狂 立马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本雄心壮志 想要通过这场战争来赢回丢掉的颜面及资金 但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有眷顾他们 依然将站在世界对立面的德国打垮 再一次的失败 让德国彻底寸步难行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 而随着的又是一笔巨额债务 战后世界倡导和平 没有国家敢挑事发动战争 德国也乖巧了不少 而这一次他们选择安分的还债款 可是这一次的债务又增加了不少 因为自己的不甘心 让整个国家跟着遭殃 德国人开启了漫长的还款之路 这次规划了一下 66年也无法还清欠款 一直到2010年 德国人才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这段还款之路长达100年